消防員挺進到火場最前線 將水射向已經全面燃燒的戰板展開搶救 火勢蔓延的速度相當快 不只堆滯的戰板 還連帶波及了停在現場的車輛全部燒毀 再從遠一點的角度來看 農田望向堆滯場的部分 火焰竄天的場景相當震撼 這起火警是發生在中午的十二點多 雲林胡偉持法媽祖公附近 也就是在雲林的西羅鎮公館橋一帶 板膜堆滯場傳出了大火 那現場燃燒了一台貨車 警衛蕭出動多人前往搶救 一度使用了泡沫滅火器的藥劑來滅火 火勢是在一個多小時之後撲滅 現場經過清查沒有人員傷亡 我們在三天不停的 任何積極的 是三天不停的 甚至三天不停的